赖清德他讲说杜鲁道 杜鲁道也是被 也是被这样子所陷害的 杜鲁道那件事情 大家知道杜鲁道是什么事情吗 那个是杜鲁道 他当时是有一个网站说 骇客自称是土耳其犯罪家族 他预告将公开 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 就伊凡卡跟杜鲁道 他们两个的性爱影片 所以就是当然引起话 他们就声称说 他们已经侵入他们的影片 而且还威胁这个美国 跟加拿大政府 如果没有在他们约定的时间之内 交付价值五千万美元的 比特币的话 这段影片将流出 但你知道他们后来怎么处理了吗 没有人理他们 因为没有这回事 就没有这回事 你手上没有这个的影片 你怎么威胁 没有影片我们都没看到 你没有影片 你就说伊凡卡跟杜鲁道 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子影片的话 那他们就应该要很慎重 就很紧张了 对不对 你真的是怕他给泄露出来 那你没有这个影片嘛 那你就知道就是他们造假的嘛 或者说他们就根本不在意这个事情 可是为什么赖清德要拿这件事情来说呢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到底有没有这支影片嘛 有啦已经都流传出来了 是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确实 到底有没有确实这样子拍的过程 然后呢你就说是身为啦或什么的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绿营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手法 就说是剪接啦 郑文灿的事情也是如此 那现在呢罗友员的事情也是如此 我是觉得他太太现在应该是最痛苦的人啦 就是他太太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女歌手啊 然后呢过去呢当这个罗友员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罗友员认错 然后呢他太太也出面呢这个挺他 就没想到呢大选前的时候又再报这个案子 我想你要求这个检调呢给他一个答案呢 恐怕是不容易啦 就是说如果检调秉持良心要给他一个答案的话 恐怕不容易 但是如果说他们如果要像在对待 郑文灿那样的方式的话 就很快就说他们也很难 这检调那时候说了一些什么胡话 就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证实他为真 也没有办法证实他为假 如果说检调要再一次的给自己出丑的话 那就再试试看 整体而言我觉得曲美鳳当时面对这个事情 他至少他不会说这是假的啦 这是政敌啦什么 曲美鳳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当红的政治人物啊 他最红的时候跟那个谢长廷缠斗讲 那个谢长廷拜什么宋七力什么 那个时候在整是红极一时大街小巷 好结果不晓得是什么奇怪的命运转折 今天曲美鳳呢接手了一传媒 那这个一传媒是什么媒体呢 这个媒体就是七年前揭发 罗智政有绯闻的那个同一个媒体 那个时候一周刊登出来 那那个时候七年前罗智政什么反应呢 他没有否认啊 他只是深深的对不起啊 觉得他对不起老婆啊 那老婆也说原谅他啊 所以他是用正面面对就比较接近曲美鳳当时的这个处理方式 他没有去否认他用很正面诚恳的态度 希望大家给他一个机会好 那你七年后你又同一个媒体 那这个其实就正常来讲很合理 因为七年前呢 他揭发过这个事情 那如果有某个不高兴的当事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背后人是谁 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动机 可是掌握影片的人呢 他最可能是给同一个媒体 对不对 因为同一个媒体七年前他已经登过了嘛 七年后他在做 那你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不但否认 而且你的那个否认是用很离奇的方式 就是尤淑会讲他的方式 你说中国大陆戒选 那说真的 中国大陆戒选会选你罗智政吗 我觉得可能中国大陆都没有注意到 罗智政有在选立委吧 因为全台外立委候选人那么多 你又不是一个什么大看 如果今天是什么吴钊燮 可能中国大陆眼睛会睁很大 那如果中国大陆真要戒选 真要做一个身为影片的话 他为什么不做郑文燦 而且还做七段 对不对 郑文燦不是之前才在闹这个事吗 那你做郑文燦不是 对于你要打击民进党政府 还更比较有效吗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讲不通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